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煮一个营养丰富的家常菜 就是蕃茄炒蛋, 应该大家都会煮的 看看是否和我的煮法 我们来看看材料 材料有蕃茄半斤, 鸡蛋三只, 葱花两汤匙 还有一个调味料就是茄汁一汤匙 盐三分一茶匙, 糖两茶匙 材料就是这么多 买蕃茄的时候, 尽量选一些熟的 深红色的, 熟一点, 多水分 材料我都处理好了 蕃茄我已经切好了 今次切得比较小 刚才讲材料的时候, 我讲漏了一片姜 现在就加一片姜 鸡蛋就打入一个大碗 在鸡蛋里面就加了四分一茶匙的柚盐 和半茶匙的油在里面 现在可以开始煮了 我们先烧热锅 用一个中火 为何在鸡蛋里面加油 就是可以令到鸡蛋炒起来 不会老的 我们现在发芸蛋先 加少许有盐 让它有底味在里面 好了, 鸡蛋已经热了 我们就加大约2汤匙的油 我们先炒鸡蛋 先炒鸡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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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炒鸡蛋 先炒鸡蛋 先炒鸡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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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可以炒起了 我们用锅鸡蛋 先炒鸡蛋 炒鸡蛋 先炒鸡蛋 炒鸡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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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着呢 就用厨房纸 抹干净锅 和锅鸡蛋 我们不用洗锅了 继续用中火 再加1汤匙的油 现在来煮蕃茄 先炒鸡蛋 炒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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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2汤匙的水 盖上盖子煮2-3分钟 已经煮了3分钟 将鸡蛋回锅 吸收汁 将茄汁加入 搅拌均匀 加入葱 就可以上碟了 把鸡蛋炒出来 已经煮好了 要来拌饭一流 不知道你的方法是否一样 大家不妨试试我的方法